赖清德 东帅 赖清德 东帅 副总统赖清德一进场 就获得全场民众热情欢迎当选生不断 母亲节当天 基隆信赖台湾之友会正式成立 并举行授旗仪式 吸引了超过千名的支持者参与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 2024年总统选举的赖清德 首先向大家祝贺母亲节快乐 同时提到基隆是台湾头 俗话说头过胜就过 只要基隆赢台湾就会赢 基隆是台湾头 所以基隆是新来台湾 是友会 这支基是真的叫头基 真的叫头基 所以你说头基 如果要知道 生理一定来 对不对 所以基隆赢 我们就一定赢 你说对不对 对 你说对不对 对 从赖清德手中接下战棋 高龄97岁的清安公主委 同时也是国社顾问的同用 希望大家帮忙 让出身大基隆地区的赖清德 顺利当选总统 我那边就帮大家 帮忙 刚才我们主席人有跟你说 一个人叫200票 就当算了 100票不够了 老顿做老家 刚才说这些有 包括内政部长 林佑昌 立法委员 蔡世英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 金融市立法委员的市议员张炳钧 及所有民进党籍市议员都出席力挺 武党籍的前议长张芳立更惊喜现身 林佑昌与蔡世英都呼吁 让资历最完整 同时也最有执政能力的赖清德 接棒小英总统继续守护台湾民主 从国大到立委到直辖市长 然后到行政院长到副总统 现在要来担任我们台湾未来的总统 这样的资历 我相信是在所有 目前可以看得到 可能的候选人里面 绝对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赖清德 有目前参选2024的候选人里面 资历最完整的 不论是行政 中央 地方 民意代表 我们赖副总统都担任过 所以所有的好朋友 你收到你看到的问题 我给各位报告 赖副总统都知道 2024接棒之后该怎么做 赖清德则提出多项政见 包括成立专案办公室 与各地方政府深化合作 透过区域治理解决问题 及推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发展经济等 另外赖清德也表示 和平靠国防 国防靠全民 至于在野党认为 应该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 赖清德只言没有主权的和平 不是真的和平 将让台湾陷入更深的陷阱里 无法再回头 大家都很清楚 一旦接受九二共识 一个中部的环节 这样我们的资金就没了 没资金的好朋友 不是真好朋友 没资金的好朋友 就像香港和欧盟同样 中国随时要拿回去 都会撒进 所以这条道路 不是真的好朋友 这条道路 会让台湾 今天国家亲爱的陷阱 以后白会头 就都完全没机会 对于基隆新来自有会 成立获得热烈回响 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志委非常感谢 未来将陆续成立相关后援会 竞选总部也正在筹备中 想要顺利达成总统当选 国会过半的目标 我们后续呢 其实会陆陆续续成立 相关的后援会 竞选总部也会相当 正在规划期程当中 竞选总部就会把我们 所有的党公职 议员 主委 来担任干部 大家在各区一起打拼 希望总统当选 然后国会过半 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26 当帅 江北京 当帅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 韩简致